夫人 他真的会回来 冯安 他没有了公民 再没有了军工 他这一事 以后他该怎么办 不能 陛下不会放过 我要去请 请什么罪 娘不在了 我不能没有了 殿下 放心 臣不会有事的 我只剩下 只剩下 我只剩下 阿宝 好孩子 舅舅和你表哥 不会有事的 听话 这下 三个 如果逆渠 构陷储君 臣一定会让他 逆渠 真的不是陛下 舅舅是查到什么了吗 舅舅要干什么 舅舅 这次他以为知藩就算了吧 你去不是陛下授意的 舅舅怎么会知道的 舅舅查到了什么 舅舅这是 是 有一只齐王豢养的蜀背 想要去咬臣 准备献给殿下的贺礼 就一交把他踩死了 舅舅的贺礼 不久之前获悉密报 不久 帝大军集结 会咽血山山阴 帝若来犯 我不自当营帝 可舅舅如敢不回去 常州城鹿死谁手 就不好说了 这一次 这次无论是谁 都保不住他了 这次无论是谁 难道舅舅是想用这个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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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天子 也就是殿下的父亲 已经在这里抉择过了 大哥和我 舅舅想用这个 逼迫陛下选一个 不是逼迫 是帮他做个抉择 是帮他做个抉择 可这是家国天下事 是家国天下事 他从前也做过抉择的 所以他成了君王 现在轮到你了 是一个目标的 可以做人吗 是一斤